今年上半年有超過200人行山時中暑 要出動飛行服務隊搜救 有醫生說中暑的死亡率超過一成 在救援人員到達前 中暑人士的同伴要怎樣處理呢 獨體育系的Hannah早前修讀了一個課程 要完成露營訓練 訓練當日天氣酷熱 但他喝水少又穿了長袖衣服 結果不幸中暑 看在地上好像東西在飄 然後再看上來再走的時候 頭髮好像要動來動去很浮 有些同學說給我 就是躺在這裡 他們不停想叫醒我 但我也不太大反應 根據政府飛行服務隊統計 今年截至6月中 恆山搜救個案高達545宗 超過四成個案 是和中暑同熱衰竭相關 身體就已經喪失了調節溫度的能力 身體的溫度就會在攝氏40度以上 甚至會有轉變之外 甚至會不省人士 亦都可能會出現一些 全身症抽搐的情況 中暑後如果未能及時急救 有機會導致細胞壞死 器官衰竭 死亡率更超過一成 小月中建議 在救援人員到達之前 身邊的人要盡可能為中暑者降溫 他提醒市民要避免 簡單獨行山 以免發生意外的時候 錯失黃金救援機會 無線電視記者梁家正報道 嗯哼